我叫馒头 来自北京 我的媳妇叫橙子 我们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宝宝 叫小馒头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这次我来到中国梦想秀 就是想守卫我们的幸福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 加油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郭老师好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能跟我们讲讲你跟妻子的恋爱故事吗 是这样 我认识橙子的时候是在医院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在病床上的橙子 也得知那个时候的橙子被医生诊断为 非常危险的皮肤癌 当时大夫跟他说 你的生命的 剩下来的时间可能就不会超过三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时候的橙子 居然还能跟我们坐在一起 谈笑风生 自己打电话 给自己订墓地 然后当时这个女孩就给我感觉特别好 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有这么开朗 这么坚强 这么乐观的一个心态 当时就特别喜欢他 那现在妻子的病情怎么样 认识了以后 我就带她去各大医院去做检查 结果 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肿瘤医院的大夫告诉我们说 你们之前的那个是误诊 其实 这个女孩 她身上患的这个呢 是一种严重的皮肤感染 是可以治愈的 对 然后我们当时就感觉哇 生活跟我们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啊 一零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你来到这里应该是为梦想而来的 是 告诉我们你的梦想 是这样 大约一年前 我妻子就是橙子 被诊断为MDS的患者 以她是一种恶性的血液肿瘤 血癌 我希望通过咱们中国梦想秀 能够寻找到 治疗我妻子MDS这个病症的 这种特效的药物 一个深情的丈夫 为治愈老婆的病而来 馒头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心事 你好 你好 波波老师好 太太来了吗 她来了 她在那个家庭室 我明白了 波波老师好 你好 陈子 你好 看上去很快乐 那个 你 你先生 你觉得你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 然后很真诚的人 包括我生病 这次生病高烧了 连续了高烧八个多月的时间 期间呢 我每天发烧 然后我老公每天都会 每天的每个小时记录我的体温 记录我每天的用药 来给医生来参考 当时她也是非常辛苦 然后来照顾我 我觉得她是一个心里非常非常善良的男人 谢谢 我记得我们住在血液病病房的时候 我们一共住了五家医院 其中在一家医院住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 我们去世了同病房的四个病友 几乎是一周去世一个 大部分的年龄比橙子还要小 其实当时 她的状态就是 头疼的要炸掉 根本就睡不着觉 那种高温烧的 然后我就给她按摩嘛 我查了一下哪个穴 哪个穴位可以摁着 能够让她容易睡着 哪个地方让她能头痛减轻 我就给她摁头上的穴位 最后头上的皮肤全部被我摁破了 她也睡着了 一摁就是几个小时 必须 要不然她根本睡不着 她是高烧 起的高烧是38度以上 40度 每天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人都要烧焦掉的 姑娘 如果不是你 你先生前面说 你们之间在鬼门关里面走来走去 荡来荡去的话 你根本就很难让人看出来 是一个大病产生的 对 因为我现在控制了高烧 但是我的血液病还在 我现在服用的药物是很多激素 其中包括雄性激素 就会让我变胖 然后变黑 没准以后会变成像张飞一样 你太健康了 心态很好 我现在最希望的 其实是 我们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 多留一些美好的回忆 希望我老公能放慢一点脚步 不用那么心急为我找药 其实我们现在在一起就会 就是很幸福很快乐的 让你 你想不想 让你的太太来这个台上 好啊 站在一起 我们也都想见见坚强的长子 欢迎橙子 大家好 来 橙子 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橙子 我特别想让你站在我的身边 我也想近距离地看一看这个 这个妈妈 这个坚强的女人 站你身边好有压力 没有 但是我现在这样看着你 我真的会觉得 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没有跟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 不是吗 很胖 但是很可爱 他现在的确胖了 胖了三十斤 对 胖了三十斤 好 这样 我也相信身后的好心人 看到你们如此坚强的爱情 和如此茁壮的生命力 也会被感动 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当爱情 当婚姻 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 你是如何看待生死的 我很想知道 其实关于生死 每个人都会经历死的那一关 我现在所做的是 我们俩共同在努力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离别的那一天 越远越好 我们可能一定会 我们知道我们最后一定会分开的 有可能是疾病造成的 有可能是我们衰老的 但是我希望那天来得越晚也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很朴实 然后这个橙子能不能告诉我 你微笑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么好的老公 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宝宝 然后还有我的亲爱的母亲 然后我就觉得 有他们陪伴我每一天嘛 我就会很开心 我经常跟我的病友讲嘛 反正活一天赚一天嘛 我听说馒头为橙子写了一首歌 我挺喜欢唱歌的 所以这首歌也特意献给我的妻子里面 有我想对她说的话 能不能让我们分享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馒头给妻子的歌 这个冬天最温柔的阳光 把我们影子拉得好长 你挽着我的手偷偷的笑了 说还能活着真好 你说这一年的剧本太糟糕 虽然演了韩剧女主角 结果连续 结果连续八个月高烧 吃掉几顿不知名毒药 我有时候会在黑夜中苏醒 习惯性的寻找你的手臂 然后为你改好被灯开的被子 待在你的发香中睡去 空气中充满了你甜甜的笑 阳光下你晚起的眼角 虽然白色还在雪夜里燃烧 虽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穿着心脉的小棉帽 走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 晒去冰房消毒水的味道 让傻笑透出白色的口罩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分离 我们像一直这样在一起 我们在努力 让离别的那一天远去 谢谢 谢谢 谢谢满头 谢谢橙子 我看到这个 看到后面那个MT 让我忽然发现 太太很漂亮的成型 波红老师 我现在觉得橙子依然很漂亮 虽然她说自己胖了三十斤 但是真的很漂亮 因为幸福让她越来越美 我记实情况帮你说说 我是孙宇正医生 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她病院于美国的宽奈尔大学 是宽奈尔大学的医学博士 那么她现在已经接到这个信息 包括你太太的病的名字 已经超过去了 她我想可能今天 会在我今天睡觉之前 会把证据的信息告诉我 我不能保证可以不可以 但是我能够保证 这信息一定比你们知道的精准 谢谢波红老师 感觉会有希望 好吧 谢谢 好 那个橙子 馒头 让我们通过歌声 看到了女和妻子的爱 我知道你们的故事 已经感动在座所有的人 我想 虽然无法给你们投票 我还想让梦想的翅膀 为你们的爱情升起 然后让我用音乐和掌声 把所有的祝福送给你们 好吗 好 谢谢 满足和程子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 竭尽所能地帮助你们 好吗 我会在 我会在最晚 在明天十点钟之前 可或否一定会给你消息 好的 谢谢波红老师 音乐 掌声 翅膀 送给这堆不容易的夫妻 谢谢 谢谢波红老师 谢谢波红老师 谢谢两位 谢谢 祝你们永远辛苦 谢谢 再见 感谢馒头和程子 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 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 相信程子带着馒头的爱 定会早日战胜定模 谢谢波红老师 如果真的能找到 我觉得